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寡人是御帝 本来在宴会上吃着火锅唱着歌 突然就被人给刺杀了 陈大人 陈大人 你给我抓刺客 刺客是阎王那个女护卫 让她逃了 跳进一片云里就不见了踪影 我记得地府的鬼君令 可以在三界自由穿越 此事背后定是那阎王 先生 陛下 您重伤在身就别说话了 不妨是朕还没有脆弱 不过此事关系三界平衡 天庭与地府渊源复杂 就务必小心 便是如此 隶属还是隶属 地府这样对您 末将一定要查问清楚 剑儿 朕相信你 朕一直怕你 记恨你母亲的事情 陛下 过去的事情 就不要再提了 朕棋 皇我母亲 毕竟末将对缠儿和陈湘 也做了相同的事 换位思考才知道陛下的不意 朕棋 小天卷 让李天王点一千天兵 到南天门与我会合 是 我们得去趟地府了 老白 你看到了吧 那个刺客 最近有点麻烦 杨检和小天卫 看样子是朝南天门去了 大王带来的路子 很可能会在那里 跟他们碰上 老白 你在这儿盯着点 我去趟奈何桥 怕是带往南天门 找些救兵了 大王 还是要去御皇会吧 孟婆来信说 战小鬼失踪 黑白无常中 有一个有问题 考虑到天庭和地府的 特殊关系 恐怕是 不能临时改变计划 对 中建师 麻烦你带灵车 回奈何桥待命 告诉孟婆 一切按正常行事 不要打草惊蛇 是 大王 笨王 这就去往南天门 杨将军 你 你这是何意 阎王大人 您的护卫战小鬼 行刺于皇大帝 末将怀疑这是帝府之事 所以 只得麻烦您配合我们调查 战小鬼 他怎么可能行刺于帝 你看错了吧 末将的天眼看得清楚 绝不会冤枉任何人 怎么回事 小鬼不可能是戏祖 龙王提拔他与凡剑 西方地狱应该来不及任何动作 那么 难道是被操纵了 从桃花云一案看 陆西法确实已经具备了 控制神明元神的技术 至今在据点阻止我返回 就是为了布局吗 同一时间 小鬼被调留了奈何桥 用的是老白留下的老黑的手机 所以 他们其中一人一定有问题 不管怎样 目前这局面 小鬼就是陆西法蓄意制造的了 只是 他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杨将军 此事非常蹊跷 怕是西方地狱从中作构 请让本王回到帝府详细调查 若不放心 你可以同来 不行 行刺于帝乃是大罪 怎么能就这样让你走 连天兵天将都掉来了 我当时忘了 玉帝是杨姐的亲舅舅 此刻 他怕是听不进去任何话了 国家大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哪里容得你来管